在世界知识产业组织发布的2018全球创新指出报告中 中国名列第17位 成为首个集成全球前20位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这是第一个方面的成效 第二方面就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 促进了高端服务贸易的发展 国外权利人通过中国的知识产保护 获得丰厚的收益 数据显示2001年 中国对外支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为19亿美元 到了2017年已经达到了287亿美元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知识产权使用费的贸易逆差 超过230亿美元 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第三个方面 就是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社会满意度 进一步提升 营商环境持续改善 国家知识产局连续多年开展了有关调查 知识产权保护满意度 已经由2012年的63.69分 也就是按照百分之的话 63.69分提升到了2017年的76.69分 已经进入了凉的状态 其中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 对于中国资产权保护的满意度 均高于整体的满意度 近日呢 世界银行发布了 2019营商环境报告 那么中国营商环境在全球排名 跃升至第46位 提升了32位 首次进入了世界前50 在这个报告当中呢 专门指出来 就是维权周期和维权的成本 进步是非常之快的 当然这个维权不只是知识产权了 包括各种民事权利 那第三个方面想介绍一下 就是对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未来的一些展望 那么中国现代知识产权制度 运行了30余年 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包括知识产权数量多 但是呢 大而不强 多而不优